你们放心啊 今天晚上在咱们的直播间 弹主直播间强调的每一样都信 大家放放兮兮的 相信我们就OK了 我们给大家办事的 办的漂漂亮亮的 好吧 一点毛病没有 OK 大家信我们就OK了 咱们这一点信任都都没有的话 就没有意思了 咱们直播间 还是那句话 跟我爸爸妈妈一样的 现在你看这个点了 11点多了 陪伴着我们也很信 辛苦知道吧 家人们 那么说实话也差不多了 我们的西医也做到了 就是能想让给家人们的一些 西医也做到了 知道吧 所以呢 无论如何 东西到大家的手里 大家也能体会到我们的西医 对不对 你哥还在公司 你哥刚来公司了 我刚出来跟他聊聊 你叫他过来 我要去 我要去跟那个客户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聊 你喊一下小五哥 哥 嗯 家人们那个阿伟哥哥哥在这儿呢 你做你做你做 你做你做 阿伦你做 开直播了 给大家打招呼 哈喽 大家好 见过你没有啊 应该没见过吧 我叫小五啊 这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 见过吧 有一次 哦 之前在这个是 这个是 谈谈的 谈面的直播节 很高兴 很高兴在 谈面的直播节 他们认识 很高兴 然后呢 今天我过来了 今天早上 我过来看了一下他们的公司 然后呢 哎呦 谈得好 我们两个好几年没见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刚才我准备过来 然后在录下遇到了一些朋友 然后以前的朋友 然后我们去吃了点饭 然后他就试了 然后刚才我看到直播间很热气 很热闹 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反正今天见了 跟他在街外面以后的感觉 就是有那种亲戚感 知道吗 那不是吧 我像在想过来 过来街外面感觉才舒服一点 所以我就过来了 一整晚过来是接阿伟下班的吗 哈哈 来看你的 刚才阿伟你们两个都在这里直播 还不错 你们在这里 来找我们玩 感觉挺好玩的 你们在这里直播很热气的 那种 气费很高 然后就过来 然后跟家伙们聊一下 家伙们 很高兴认识你们 来咱们打一包欢迎阿伟哥 好吧 不是啊 欢迎 小五哥 欢迎小五哥好吧 我叫周五 然后呢 大家叫我小五吧 应该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然后我们认识一下以后要都是一家人啊 之前呢我也没玩抖椅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抖椅真的跟家人们聊天啊 这样很和好的一件事 你知道吗 晚上五秒的时候打开直播几千人 在这里一起玩是吧 大家有什么不开心都可以收出来啊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收出来 比如说我们做生意啊 做什么 咱们都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对对 欢迎 对你有空的时候 然后多来直播间 然后跟家人聊聊天 然后也来公司里面 然后看看我跟阿伟嘛 今天晚上就来的有点晚 以后我没事的时候 记者过来跟你们一起 你结婚了吗 啊 家人问你结婚了没 没有没有 怎么家人们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吗 家人们给她介绍个女朋友好不好 我这长了一不怎么睡 好像这女朋友有点不好找 但是呢 我之前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 但是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女的不一样 有时候有些看着机前 有些看着感情 可能是我谈了那个看着机前 我们俩在一起差不多有两三年 然后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事业有成 还是做得很好了 然后他就跟着我 后来我怎么说呢 我有点垮了 他就跑了 所以之前我准备去找他 知道吗 然后呢 我爸怎么说 他说不让我去 然后我就没去了 你看有人说要把女儿嫁给你 是吗 啊 哈哈哈哈 你说一下 对 那个前女友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这样子 我之前在阿伟的直播 就说过了 但是里面可能也不知道 我呢 以前我跟我老爸 然后呢 他给我 他准备给我创造一下那种事业 给我安排 阿伟一样给我安排工作了 但是呢 我刚刚开始 他说让我先几回 然后我就不待他了 然后我说 首先把事业做出来 然后再几回 你说现在先几回的话 如果你说带孩子什么的 如果外有孩子了 或者什么的 那就事业刹就顾不上了 然后我就选择你看 我在外面认识了几个朋友 也是做那个火锅店了 然后呢 我们一起合作 做了三个 三个飞店 然后呢 那个店还是有点大 还是一个店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平方 然后做了 刚开始 刚开始很好 然后遇到一起 然后就 所以就一天一天的下架 然后后来呢 后来我就 我跟我女朋友 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他说 你怎么 你做一个男人 怎么 这也做不好 那也做不好 然后我就生气了 然后就吵几次嘛 后来有一次就吵得有点大 然后他就跑了 他就走了 把我 把我微信拉了 然后电话有点信 不是 然后我就只能回来了 回来 回来以后 我跟我爸说 我要去找他 我爸就不投意嘛 他说 要么你去找他 他就不帮我 他意思就是 我去找我那个女朋友 然后他就不管了 他说 我都那么大的人了 还小孩子一样 对感情那么重视 然后呢 我就没去了 我就听到他话 没去了 没去了 他就给我找了 找了一个 也是他朋友一起的 我老爸的朋友一起开了一个几个餐饮 也是餐饮 然后我呢 觉得这个餐饮呢 有点害怕 你知道吗 我之前做的都没做成 然后就做 有点害怕 做那个餐饮 真的是 困难的话 一下子就亏了 让你发现的机会都没有 对的 主要是老爸觉得 事实上你不要去找的原因 是他觉得 那个你那个女朋友不靠谱 知道吧 因为你们两个人毕竟在一起两三年 然后呢 他就觉得你失业 不顺利 他就他就黑开你了 然后把你电话什么都拉黑了 他就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找 知道吧 对 他的想 他的想法是对的 我当时 我当时我这个对感情有点 有点专一知道吗 所以我刚开始我不提我爸了 我说我必须要去找他 我爸说 算了 要去了 他给我安排 你最后找他了吗 我没找 你不能听你朋友说 后来我朋友 我通过了一些 曾经认识的那些朋友 打听了一下他 然后呢 我听说他找了个对象 所以我就死心了 就没去找了 是不是都要结婚了 应该要结婚了吗 要快乐那种了吗 他走的时候 你可能给我扭了一手吗 应该是 他那个他肯定他家里没给他接受的吧 哎 怎么 不是 你们两兄弟怎么都遇到一样 没事啊 那你们那你们为什么就是啊 你们为什么遇到你 可能我们两兄弟不适合谈恋爱吧 只适合创业吧 没事 对不对 努力加油就行了 爱奇 不是随便学弄 嗯 对不对 反正就是 随其自然 盖来的都在路上叫人卖 不过我觉得之前那个嫂子 他可能也 也是 当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对小五哥是真心的 不然的话 你们说一个女孩子跟小五哥在一起两三年 应该也是有感情的 只是我觉得有一些女孩子就是 特别是 他应该是过过苦日子的吧 过过苦日子的那种女孩子很多 她是很怕群的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就是 这想法 想法不一样啊 有些女孩子真的 就是 因为她自己过过不好的日子 这女孩子可能她觉得看不到这个 希望 她有时候是她会比较害怕的 一般过过苦日子的女孩子 很多她是受不了这个的 嗯 她 但是她跟你在一起 你们两个两三年的感情 应该也是真的 因为一个女孩子 愿意跟你在一起两三年 应该也是确实真心相爱过的 嗯 时间也不短哦 嗯 这两三年还是有感情的 没有感情 这是假的 但是她呢我不知道了 那女人的明天还是摸不透 女人的心摸不透 男人的心也摸不透啊 家人们 你们没发现吗 有时候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男人摸不透女人 女人摸不透男人 就是 哎 没办法 性别不同 这种想法不一样了 对 也可能 就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对感情 比女孩子更重视一点 是吗 嗯 嗯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不懂 哈哈哈哈 她妹妹你怎么现在还没有找男朋友呢 宝贝 你在逮谁呢 我啊 我这两年工作太忙了 然后所以一直也没有时间去去考虑这个事情 嗯 过段时间吧 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 人才有人才 身材有身材 嗯 加油呗 2024年呗 希望能够脱单吧 嗯 要求不要太高 妹妹我跟你说 要求不要太高 我没有什么要求呀 我 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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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 家事啊 有没有钱啊 事业 做的 有没有现在成功啊 这些 其实我都没什么要求的 嗯 我就是希望说 两个人互相喜欢 然后她对我好 嗯 两个人最重要的是感情嘛 有感情就可以了 嗯 对 每个人的烦恼都不一样 就像你之前 你说你之前那个 找的那个前嫂子 她可能是因为你的物质上面 当时她感觉 没有办法 满足她 所以她离开你 但是你说像我吧 我家人们我可能还不会说 因为说一个男孩子没有钱啊 什么的 不跟她在一起 但是也会因为有别的原因 然后 没有办法在一起 所以哎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呀 哈哈哈 对吧 家人们 家人们你们都还没睡吗 11点半了 好多家人都睡了 你看直播间就1000人了 1000 这一切都是 都是对塔塔塔塔塔塔妹妹最好了 陪你到那么晚 是啊 嗯 以后 以后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玩一下 然后陪家人们多聊一下天 可以啊 你陪我陪我们一块啊 有时候跟我们 我们开播的时候 跟我们俩聊聊天 我跟阿伟 我们两个有时候 嗯 老是斗嘴 然后她又说 像个木头一样 一点都没意思 没事 你可以多来玩一玩 是 好五娘 对阿伟大笨蛋 女朋友也没有好五娘见的 晚上也睡不着 哈哈 今天晚上熬到三四点才来睡着 特别玩 看那个短 短句 那你晚上别看了 你回来陪着我们 没事啊聊聊天什么的 嗯 而且你没过来的时候 我 哥 你觉得 你你觉得阿伟这个人在感情上笨不笨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嗯 家里面说背吗 对啊 有很多家人说 说那个 阿伟有点笨 我们两个也 合手 合手 谈了一些心理话 那我感情方面就更不舒服了 我们两个 阿伟我们两个虽然是七星 但是合手 就是谈那些 嗯 不过你们两个都挺专一的 是不是 是吗 专一是吗 就不是那种 嗯 特别 对男方面吧 对女孩子 比较专一 然后 不会怎么出去画画场子的那种 这必须的 这个 这个我老婆也是这样的 必须的 跟他学嘛 哥哥一看就是特别实在的人 嗯 我是个很思维的 那种 呃 单纯的就这样 嗯 大家看得出来我老爸也是这样的嘛 所以不说二的那种 所以我们两个记者 记者吵架 你跟谁吵架啊 我老爸 别跟叔叔吵架 上次都吵了一次 叔叔特别好 嗯 嗯 但是我说我去找女朋友 他就在那里 给我 又又给我 怎么说 他说你要么就要事业 要么就去找女朋友 嗯 我说我脸上你的感情 我必须要去找一下 我说我找不到 我再回来做事业 事业也可以嘛 那你还是要多听一听 爸爸的记忆 他说他已经把朋友都约好 然后我们两个那天晚上吵了一次 那我也生气了 我们两个就吵了一下 阿伟 他说后来我都后悔了 嗯 嗯 其实做父母的也不容易 做父母的也真的有事了 嗯 那那那我们走吧 出去吃点宵夜什么的 好吧 好吧那这样 我们现在差不多了 也打到你们睡觉了 然后呢 谈到我们先出去 嗯 就阿伟我们一起去吃点 宵夜什么的 嗯 好不好 你回来了 然后我们 我跟哥哥也是今天 今天才见 我们第一天 今天早上 我们十 十几年都没见过了 嗯 十几年没见过 然后上上午才阿伟 就我们过来一起 去了谈谈 嗯 然后呢 去了以后呢 我感觉 他们这里很热了呢 被吃飞了 就过来了 过来了 那我们下了 家人吗 晚安 拜拜 拜拜 等一下 我们不是说出去玩吗 晚上 晚上 带路 马 的 晚上 每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